其实很久以来都想把结婚证给办了 但是那个时候家里呢一直都不同意 就拿不到户口 后来我们其实办了一个结婚证 是个假的 假的 对 这个假结婚证是为了骗我妈妈 说我们已经结婚了 让他们同意 现在我为什么要嫁给她 一定要把这个假的变成真的 是因为她 她生病了 她得了决定 我不知道她能活多久 我真的不晓得她能活多久 但是我就想嫁给她 我就想 明正言顺的受到妻子 将来我死了 我也能明正言顺的让她生病 我就是这么想的 她是你的初恋吗 不是 她不是我的初恋 但是我真的很爱她 什么时候发现她有病 12年的时候 当时她一直血压很高 住院做一个全面检查 医生就打电话给我 她说你 你是李论明的家属吧 你赶紧回来 我们已经确诊了 她得了尿毒症 尿毒症 当时我一定 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 然后我就跟医生说 我说医生 你不要告诉她 你要住这 如果你跟她说 她肯定不会活的 我说你们千万不能说 你就跟她说是急尴尬 她搞不清楚 她以为是黑结合 你医生没有告诉她病情 没有 不能说的 她如果知道 她自己得了这种病 她肯定不会活的 绝对不会活的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的是 即便是不结婚 你就这样照顾着她 直到最后一天 也挺好啊 我想明正言顺地 站在她身边 我想明正言顺地 做她的老婆 我想明正言顺地 能够将来 等我死了 也能站在她身边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除了这个男人 我随都不会嫁 我要让她放心 那么对于他们之间 这样的一段感情 看得到幸福的终点的感情 这张纸 它真的重要吗 我觉得这张纸 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代表着彼此之间 一个一生一世的誓言 非常的神圣 因为之前可能觉得 未来很长很长 说不定哪一天 溜溜答答地走到明正局 就把这张正办了 可是突然发现 未来很短很短 一个小小的心愿 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实现 如果我可以作为王云的姐妹 我也会替她 求她的心上人 答应她吧 我们马上结婚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以老 君恨我生时 我恨君生早 这个有年龄差距的爱情 有的时候就是非常残酷 是 我只是不想让一位新娘伤心 这是很简单的 最后一点渴望 你在的户口本是干嘛 我来之前 我回去跟我妈妈 告诉他们 我们以前的那个结婚 这是假的 我要现在要跟她办一个真的 我就圆一个梦 圆她的一个梦 圆我们的一个梦 我说你 还是把户口本给我 我说我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嫁给她的 我不管怎么样 我都一定要跟她在一起 反正我扫了她 我活不了 我妈没办法 但还是把这个给我了 15年前 因为父母坚决反对 拿不到户口的王云和李乐明 把李章 假的结婚证 从此 相濡一目 生活在一起 但15年过去了 两人都始终 无法实现 结婚的梦想 自从丈夫被查出 尿毒症后 王云 再三恳求父母 希望能堂堂正正地成为 李乐明的合法妻子 而母亲 已最终被王云的坚持 所打动 把户口本 给了王云 那么 李乐明今天 会来到现场 经受 相恋15年 相差16岁的恋人 王云的求婚吗 王云 照例我要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 李乐明如果今天来了 不为所动 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你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要坚持 嫁给他 不论他怎么想 如果他知道 自己的病情了 他不愿意 看着你守活寡 他不愿意跟你 成为所谓的 名正言顺的夫妻 怎么办 那我还是要陪着他 那我还是要想办法 一定要想办法 嫁给他 我在做一个最坏的打算 他今天不光不答应你 而且不要跟你在一起 他不想拖累你 不希望让你看到 他最后的时刻 要和你分开 请问你怎么办 他想和我分开 没那么容易的 我一定要纠缠他 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没有那么多 他反之跑不掉的 请把手放在你的案件上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启告白之门 汪云 你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吗 不要回头 你觉得他来了吗 你感受到了他吗 我感受了 他来了 他肯定会来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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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受到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痛和短痛 很多事说在嘴巴上挺有道理 但是到了生离死别的时候 大了艰难抉择的时候 做起来没有那么容易 现在我觉得拖累他了 不能够再拖累他 感觉到也没有这个能力了 没有这个能力 来继续地来克服他的对他好 那你想怎样 就这样吧 慢慢地我们就 分开吧 让他自己过来的幸福的生活 你跟他在一起15年 在没有检查出病症之前的13年 你为什么不跟他成为合法的夫妻 副个本意是拿不出来 我感觉到我们俩感情很好 而且在一起生活的都相当好 没有去注重于这个 这个结婚症的问题 如果这个尿毒症不是你患的 是他患上 他要离开你 你答应 不会答应 那现在他也有这个责任呢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他呢 说句实在话 我病了之后 所有的急需发完了 而且他这个还负债累累了 那么现在 他一个月就这么1000多块钱的工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根本没办法生成下去了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 自己这样拖累下去没问题 但是我不想拖累他 他手挂我更痛苦 如果这一天真的到了 你真的走了 如果 您的追导仪式上 他连捧你的照片的资格都没有 以后的每一年亲民 去扫墓看你的时候 那墓碑上甚至没有他的名字 而他爱了你15年 不公平啊 李大哥很不公平 这是人家自己的事 别起哄 王云 这个舞台现在交给你 接下来是王云的告白 15年呢 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 我爱你 我今天告诉你 我很爱你 我真的很爱你 我没有 没有别的想说的 我就想告诉你 我爱你 那个时候我知道你病了 我送你去医院 医生告诉我病了 我首先想到的 就是不能告诉你 那你以为你自己的病很轻 会好 我那个时候 我就是想你活着 哪怕你躺在床上 哪怕你不能动 我都要照顾你 我每天躺在医院里 我一醒来 你就不在了 那个时候 我养记挂着 我真的很怕你死掉 我没有 我真的很 很怕你死掉 我真的很怕你死掉 你就是活着 你就是躺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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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愿意照顾你的 我遇见你 我就要有责任 呵护地来爱你 让你幸福 但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已经 已经走到这个尽头了 我感觉到 我已经没法给你幸福 到不如我让你去幸福 去追求你另外的幸福 那不挺好吗 这么多年都这么幸福 到哪里再去追求别的幸福 你告诉我幸福是什么概念 这样我感觉 幸福有你就可以了 你不要说多累 我们结婚 我们结婚就是给我的幸福 就那一张纸 就是我的幸福 所以现在 我来到这里 我就是要让全国的观众知道 我要嫁给你 我要说你名正言顺的妻子 我将来死了 我也能在你身边 陪着你 现在你不娶我都不行 因为全国的人都知道 我一定要嫁给你 所以没有别人再会娶我的 所以你一定要娶我 老师 你不要拒绝他 哪怕你们没有那一张纸的束缚 但是你也不要拒绝他 王云离不开你 离开你他会更痛苦 比他手寡还要痛苦 既然已经注定不能天长地久 就让他尽可能的 尽可能多的曾经拥有吧 所以说 我郑重的请求你 明天让他嫁给你吧 王云 其实这话你应该这样说 我们认识的那一年 我十九 你三十五 我原本以为 我爱的是你爱我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我也爱你 这些年来 我爱着你的爱 痛着你的痛 快乐着你的快乐 悲伤着你的悲伤 今生牵了你的手 来生我还要跟你一起走 我没有别的要求 我只想告诉所有的人 我只想做你的妻 来之前我已经跟我妈妈说了 说了我们以前办的 那个结婚生是假的 然后我求着他同意了 所以他现在 同意我们两个人结婚 所以说我们没有什么阻碍了 我们能够结婚了 我妈妈也 不会再反对我们在一起 以后我们好好过 让他嫁给你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